一个电路故障修了一年多 我是客户找的第十一波维修人员 现在去现场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 看看这是维修现场 强弱电师傅、物业的师傅、智能家具工程师都在 故障现象是这个智能锁带电 这把锁它是自控的 就是人把锁打开以后 门厅的灯它就自动亮了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好使 原因是安装智能锁的时候 发生了放电打火 怀疑有漏电的地方 就我的锁跟门一接触 锁跟门一接触 锁这个地方不是也是地吗 对吧 就我的接触点也是地吗 那线接 这个锁你见到线以后对方要装嘛 装的时候就他往这个 一碰的时候 对 电动媒体一碰的时候 打火嘛 就他这件 他俩这件打火 对对 就你把这线都接好了 你说线不接不打 接到这个线之后 一装 以前见过这种线叫吗 以前见过打火 它打了轻微 是那个有设备路电 就是有别的设备路电 通过它这个串过来 那时候一般是测了30个左右 它是感应电 它这个门锁里边需要一个5V的电源 直流电源 然后再回去一个信号 而它没测到这个线上带了100多V 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 它没说 而且前前后后收这个中控 收了三块 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这是有一个5V电源 5V的电源是 5V电源 是这5V电源 现在这边这几个线 我们现在全给它断开了 这5V电源这个线 接上以后 这个围上就带电 还有一个就是5V电源 出来的电跟这边的铁 随便跟那铁边一连 它出来的电是1.4V 我们这个门锁吧 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用指纹一点以后 我们这个旋观灯是自动亮 哦 自能化这一块 自能化的 它不应该是 能做100V电源 你有什么测的 用 也就是用这种10V比测 用这种测的 像这种5V的电源 它是输入220V的交流电 输出5V的自流电 他们怀疑这东西不好 换了几个还是那样 让我过来也是看看这个电从哪来的 打火的时候是这个锁和门之间打火 门是接地的 而锁会产生一个100V的电压吗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 把这100多V的电压去掉 如果不放掉还会打火 还会烧中控器 就是因为这个样 所以现在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 这个问题陆陆续续 一年都没解决 所以今天门锁的师傅 中控的师傅 公控自动化的师傅 智能家居的师傅 工程师都在 再加上我这个二把刀电弓 希望能把它解决了 既然来了 那就动手测一下 这个负极或重极吧 那么对这个地 或对这个 对外壳 对外壳 对外壳有140V交流 这是正常的呀 正常的是吧 那个是个 那个电 你用交流电压挡测的是吧 对 交流电压挡测的 那个是个 错误的电 对对对 是个虚电 对 那是个虚电 它可以 虚电 这个电就是一个虚电 不是那个 它那个电是个虚电 是个感应电 七八个师傅 等着我解决这个问题 心里也是慌的一笔 这个是我没法走的 然后测对地 对地露电了 这五幅的电源 这是锁的 它是 这个是对地 是露电的 是接地的 但是是正常的吗 无论正级还是负级 它对地都有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 对地有个电阻 有个实物的电阻 这头把锁摘下来 以后再测 它锁断开以后 我再测 断开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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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锁 它这个锁是本身是接地的 那个锁又可能坏了 有可能坏了 那个锁又可能锁坏了 有可能坏了 这不急 哪个是这 这在你 打屋不打 是吗 打屋不打 打不打路是吗 它就是有个十屋的 几屋的一个电阻 电阻都是一个电阻 所以说 但是它对地 也就是说 它里面的电路板是接地的 它是正常的 对 电路板对地接地 加一个 复级对地是通的就对了 是吧 对 它这个电路板本身是接地的 正接 这个是正接 正接 正接 前面那个全是二十 中间户是二十四 对 这正常的 这个应该是没毛病 没问题 就是它这个接地是正常的 这里 这个正部接地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没毛病 电路没毛病 对吧 电路都正常 那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个一百多伏的电给放掉 既然门锁的电路负极是接地的 那我把这个输出正负的负极 我给它做接地 就是这个电源块 它是输入二百二十伏的交流电 输出五伏的直流电 直流电有正负 就是把负极接地 接出一根地线 地线连接地 这个是可以的 看一下它的电源块 在接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 它对地它是有个电压的 用这个电笔测一百多伏 一百零几伏 再到门锁这个地方测量 这几根线 看电笔上都带几十伏的电 他们说这几十伏的电 如果串到模块里边 它是会烧模块的 再看一下这个电源线 一百零七伏 这个门是接地的 门是零伏 所以说应该是 这个一百零七伏 对大门放电 这是没接地的情况 如果我把这个地线接地 这个线我直接怼 这个接地上 接地体 接地线 然后用电笔测量 这个是没有电的 没有电 现在再去门口测量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电 直接测量这个电源线 刚才一百零七伏 现在没了 电压没了 这几根线都不带电压了 都正常了 刚才都带几十伏 一百伏 而腹极接地以后 它的电压受影响吗 它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五伏的直流电压 所以我认为我这样接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把电源给它接好了 我就是从负极接出一根线 给它压在了接地牌上 这样一百多伏的感应电就没了 我不知道叫它感应电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谐波电压 就是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这个不接地产生的那个电压 是什么电压 但是这个电压是可以对地放掉的 好了 这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工程师们开始忙活了 他们要换模块 要找信号 反正我也看不懂 那就收拾一页工具测吧 这是不是一个捡钱的活 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 这下都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 那不然没有 我查的话 它电压清水了 但是一启动的时候 二百二都启动不了 你看 电压清水了 最近乘以外 六七一百七八了 在别人 在别人家 就在那个微信罩里了 嗯 非常好进行 电压电压电压碗啊 你进来 你启动一下 哎 好 那启动不起来 啊 电压还变低了 立马就变低了 啊 嗯 这低电压也不够 再启动一下 看 啊 啊 电压百分之就低 嗯 百分之就低是吧 电压低 那去配电箱看一下吧 你看 它是 我撑起来 懂咋在这里 嗯 嗯 新买的空压机 一启动 电压户就低了 所以说去配电箱看一下 这就是它整个小车间的 总配电箱 嗯 你启动一下那个半 我看一下 那不是启动了 这边没影响 你启动不了的原因是 您那个插转是从这接出去的吗 那插转也是从这接出去的 那现在就去看一下电线的那一头 电路是怎么接的 到这来了 啊 你也在中间没经过什么呀 中间没经过什么 没有 这不只是这个诺块 我现在这下这个 啊 我这个电 我插在这个地方 插在就是 那一路的话 也是这么轻 我从那个诺块 你这个线是吧 啊 对 你把那个缸插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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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个缸插在这儿了 你把那个缸插在那边启动不了啊 可以了吧 你呢 为啥 你呢 为啥在那边启动不了啊 啊 你这个线太细了 都发热了 你这个线细 细 2.5的应该是 你打开看看2.5平方的 这是2.5平方的线 这是2.5的吗 是不是2.5的 你看一下 这个 不是啊 不是 太细了 这线细了长了 嗯 它就会压降特别大 它这个电线太细 就是平时插个小电器可以用 加上这个线又太长 所以说它的载流量又不行了 买线的时候 人告诉它2.5平方的 其实这0.5都打不到 好了 这就小问题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